這是一個永和的場子 所以你這個班格派的就開始覺得心裡變扭 就覺得我一定要踢爆你 然後我一定要說講你們的不對 或是我一定要揭露另外一種比較弱勢 在這個場合你比較弱勢的聲音 這不是事實 好 當你畢業出來之後你才會安排結構 什麼叫安排結構 我剛剛已經講了就是 我剛剛跟這位同學又取了一個例子 是我剛剛跟大家講說關鍵人物很重要 可是有時候一個公民記者 他是沒有辦法去問到那些所謂 真的有決策能力的大頭 這時候我們就要採取策略 這我哥現在在講寫作 可是我現在重複一下我剛剛跟他講的策略 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角色安排有重要的信息 我剛剛隨便舉了一個叫做 當我們都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件事情如果你猜不到就算了 因為反正沈士宏很常講話 他的話都會在網路上被傳閱 所以凡是他講過的話他都不能否認 所以這些這個層級你找不找得到他都無所謂 對可是有另外一個就是公民記者比較常 發生到要自己想辦法解決那個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大家都知道現在垃圾不落地 可是我今天不小心在河邊看到了大量被清倒的垃圾 就是一個尾巴的行為而且他會造成污染 這時候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 我應該要問 問假設他都是7-11的產品好了 非常大量 你會產生一個推路一直 哇這個企業亂丟垃圾 所以你是不是第一個 腦子冒出來念頭去找7-11查證 可是你要找誰查證 但你要不要報道這些要啊 怎麼報道 你就先去找7-11的公關 然後你一定會被掛電話 然後告訴你說 欸我不清楚有這一回事 欸就是我們現在假設這是 現在有一堆產品是7-11在旁邊 好那你打個電話給7-11公關 向Google去搜尋知道雅虎的 7-11客戶電話 然後說欸我想要找公關 詢問一些事情或是有沒有什麼消費者 反正你想辦法接到電話 然後你一定會被拒絕 就是不知道不清楚這件事 當然他們真的也不清楚 而且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小事 他們覺得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的回覆 然後他就把你擋下來了 你上不去 如果我是一個好消費線的 或是統一企業的 我已經可以遊走公關室 然後就會說 欸就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可是一個公民記者 通常沒有這樣的能力 那我要怎麼辦 我就去找他一件人對手啊 全家 可是全家能不能告訴你說 7-11到底有沒有倒垃圾 他可以佐證這件事情嗎 不能佐證啊 但他會非常樂意告訴你 說這些過期的食品 通常他們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流程是什麼 因為一定會有民間的 可能民間的什麼某個公司 代為處理這些他們不要的產品對不對 那他已經告訴你這個環節 於是他會告訴你 他可能的推測是 這他的7-11發包的某個民間團體 可能在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那你的接下來的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去找這個民間公司去問 那想當然了 你又會被掛電話對不對 所以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去找他敵對的民間團體 問他說 欸就是明明現在就是垃圾場或什麼 或是你可以請台北市環保局 去處理這些問題 為什麼還會發生這樣子廢棄 或過期食品被任意清到的問題 不可能啊 因為他可能被掩埋或是被粉化 那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 這個民間公司會告訴你 說可能就是他認識 他聽說某一個就是某個司機 代為文就是某個負責的司機很愛喝酒 然後他酗酒 他可能酗酒的發生這些事情 或者是他們企公司某些有一些問題 因為是對方的公司 所以他其實會很樂意的揭露 然後呢 所以你還是問不到這兩個公司對不對 沒關係 你已經大概知道問題癥結在哪個地方 然後可是你還是要 可是在這到目前為止都是推測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需要證據啊 證據當然是你拍照啊 拍照然後報警警察就知道了吧 然後另外就是你可以觀察一下 旁邊有沒有人清晨 就會出來獵狗 或者是有什麼時光老人 那他們都是可能的目擊者 然後這時候這些目擊者 你也不要告訴他說是什麼 陳阿不要陳阿民 跟你講這件事情是說 每個人可能有一個習慣在河邊時光的老人 他看到了什麼東西 那他看的可能不準確 他看的可能是一個Toyota的車子 或是他看到一個小貨車 上面可能隱約的有某個字 或者他很清楚的看到了車牌 所以這裡面這些裡面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第一你真的看到了廢棄物 然後廢棄物你也拍照了 另外一個事實是什麼 真的有一個目擊證人看到了什麼東西 你是在哪一天發現的 然後廢棄物有多少 然後廢棄物上面的事實是什麼 上面是7-11的產品 那這些事實列出來之後 你就開始去走有沒有 就是角色推演這樣 這當然就是一個 例如說我們推理 想要推理小說會出現的狀況 就是你好像要扮演偵探 可是其實這是一種比較誇張的說法 我的意思是當你沒有辦法去找到那個真的 例如說真的當事人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想辦法從他旁邊去推 那他旁邊有什麼 第一他有朋友嘛 或是他有酒伴嘛 或是他有鄰居嘛 或是他的兒子念小學 他的小學同學 他的小學同學搞不好是你家什麼 你家鄰居的什麼什麼 第幾個小孩就是也說不定 就是要透過多層關機去推演說 欸怎麼樣去描摩他身邊的人 而那身邊的人跟你有哪些關係 你有可能去查證到 甚至他還有對手 或者是他有律師 然後或者是他有什麼 他有下屬或是他有無法包公司 你就是必須把這個企業 或這個當事人的相關關係都划清楚 然後包含有一些事實是什麼 例如說你必須知道總統他的管轄權在哪裡 他下面有行政院 行政院下面有環包署 所以總統呢 總統假設總統的意見 到底能不能成為環包署長決定政策的方向 或是他是不是需要經過立法院 這你都要搞清楚 你不能夠基本就是中華民國憲政架構都搞不清楚 然後你亂屁一通說 今天馬英九不負責任或什麼 然後大家看了報導想說 然後考官馬英九什麼事 就是連基本的那個就是三選分立 五選來分 對不起 五選分立的這些架構都搞不清楚 然後責任所屬該罵環包署的你罵經濟部 然後或是該罵企業的你去罵彰化線 就是你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那都不在建立在事實上面 所以那就是下次 這就是為什麼事實的 事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必須先搞清楚他們所有的關係 然後你才能安排結構 安排結構不是說我第一段導演 第二段我要寫馬英九講什麼 第三段什麼 這不叫結構 結構是你必須先把列出來你要寫的東西 然後像寫劇本一樣 就是把它分明 第一個是導演 導演我已經確定我要告訴你說 我一開始就要很衝擊的告訴你說 招草蟹沒有家 然後就像我剛剛鋪陳的 招草蟹或是我沒有家 因為草尖奈已經被污染 草尖奈被寫了忽日 草尖奈污染無無就可以寫很多了 因為數據啊 採訪等等 接下來我再去推說 好 那是會在台灣工業發展的問題 但我也可能可以一開始就先批評說 台灣工業發展有問題 這問題以至於招草蟹沒有家 然後我再去推說 然後再去講說 廣告這邊其實本來是如何 然後再寫 就是這其實是等於是像你寫劇本一樣 你的第一幕要是什麼 第二幕是什麼 你完全去決定 就是取決於 你覺得哪些是會比較吸引觀眾或是讀者的 一天就叫做回富翁 已經有兩天了 有兩天了 你也能留在這兒